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2月2号 欢迎来到方的言 我是方专 咱们今天要来关注一下中国的经济 怎么呢 中国A股给中国股民和全世界上演了一出大戏 是由A股和股民共同完成的 一方面中国的A股持续下跌 跌穿了2700点 一度下探到2600多点 这是A股的功劳 而另一边 中国的股民被气疯了 被跌哭了 被气惨了 甚至跑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下面 疯狂的留言吐槽 让美国救救自己吧 所以你看到那边的人声百态 和嬉笑怒骂的这种留言 能感受到中国人民内心的那种痛苦和愤怒 而此时此刻 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 全国沉浸在围绕着一种欢乐祥和的气氛 所以这个整个的这种光怪路的现象 我觉得有必要拿出来 咱们好好地聊一聊 好那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快速的简单的精炼的背景铺垫 中国的A股自从1月20号左右跌穿了2800点之后 当时在外做了视频嘲笑了胡锡进要跳楼的事情 是吧 这个事情之后国家队出场快速拉升 让很多人觉得好像希望来了 可惜这个希望啊太过于短暂 本周A股持续下跌 更是在今天直接上次是还能守住2700点这个保卫战 现在2700没守住 直接跌穿了2700 最低下探2666.33点 非常的吉利这个数字 太溜了 可是呢跟这个数字相对应的有两个点 一个是股民们的哀嚎声 一个是在看下图片啊 尾盘的时候大手笔的国家队拉升的这个动作 这里有一个小知识需要科普一下 如果有人在你身边跟你说 说你看国家是能控制股市的 国家是可以救市的 您记住了这个人离他远点 因为他的脑子不足以支撑 未来跟你的相处 你明白我意思吗 但凡对于股市稍微懂一点的朋友都知道 这一次的在收盘尾盘的拉升 国家队出厂买的是什么 买的都是自己人的权重股和大盘股 把钱砸进自己里边 砸进自己的这个股票里边 怎么着 肉烂在锅里边 而且因为他权重很大 可以把指数拉上来 所以A股的指数虽然上去了 但是实际上股市散户们亏的钱并没有少亏 甚至更多 因为散户的钱很多 除非少部分买大盘股的 其他的那个钱都在各个股票里面 各个那种零散的股票里面 这些股票跌的更狠 如果这个官媒或者国家队不拉大盘股的话 这帮这次的A股可能跌破2500 都不是不可能 当然它又会有熔断 这咱们就不说了 我只是说这个意思 所以股民们亏的更惨 但是国家队旧的只旧大盘股 让你看起来一片祥和 就像中国表面上一样的 就中国的股市都有政治属性 看起来你看国家队能旧市 但实际上并没有 这个知识必须要给大家讲清楚 免得后面我们说不清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我看了 我统计了一下 打从进入2024年开始 这1月份开始 上证指数跌了大概是有6点多 这一个月的时间 而深层指呢 那绝对是不甘落后 一个月深层指跌了13点多 更别说创业版跌了16点多 也就是说 深指和这个创业版指数 他们两个创下了 自咱们圣上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登基以来 就是201415年以来 最大的单月跌幅 所以有趣的一幕就上映了 大家看这图片啊 这是美国驻华大使馆 发表在微博上的一篇 不涉及政治 不涉及什么敏感信息的 一个保护场景录的帖子 但是你看到下面的细节 看下面 截止到我截评为止 2389次转发 11万的赞和1.5万的评论 由此可见这个帖子的热度 那么里面都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 有人评论说 把航母开过来吧 我受不了了 下面有人说 天天听赞歌 俺都呕吐了 问在 就是中国话的简化 就问说 美国大控制在不在 要不要多关注下诈骗犯啊 这诈骗犯指着谁啊 中国政府 还有人说 来干死权贵吧 世界警察救救我们吧 这会儿不喊 美国长臂管辖了 这会儿不喊 美国世界警察多管闲事了 网民都气疯了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刚经历过一个小反弹 大家想着 没准在这盘整震荡 试图重新收复3000点的时候 哗嚓一下下去了 老观众记得我怎么说的 还记得吗 我每次聊股市 我几乎一次都没有说空过 我告诉你们 年后会有反弹 对吗 弹了没有 我告诉你们 每一次反弹都要跑 您跑了没有 如果您跑了 那我这里祝贺您 每一次的反弹 都是在等着散户 把钱砸进去 他们后台看这个数据 算够了之后 咔嚓一落斗 把这个散户给割了 每次都是这么玩的 所以咱们静点后看吧 然后下面说什么 我错了 美国人才是人类之星 帮帮忙 你们好好的别乱套 请求美国证监会 接管免 A 他们把这么多中产推向你们 这破天的富贵 好好珍惜啊 任劳任怨 还不需要太高的工资 比难民好多少倍 这都是对着美国政府喊的 还有什么 请大慈大悲的美国来 救救我们股民吧 我就不明白了 很多中国的老板 公司上市圈一笔钱 套现一笔 然后把钱转移到你们美国移民去了 国内就剩下一群群鬼了 你们怎么做到的呀 救命啊 中国股民积民民不聊生啊 今年是小年 祝福的话就不说了 希望那帮租励的人 大年三十全家SI 还有这个什么 美国真厉害 不服不行 一定要成为美国家人的朋友 不要做美国家人的敌人 你们能不能把股市 太多了 什么托管一下 这我就放截图 我就不读了 你们已经能通过我这样的读 感受到中国网民的愤怒 这里边有很多应该都是粉红 但是这一次 可能至少短暂的 被党和国家关爱的铁锤 锤的是不要不要的 锤的暂时清醒了 以后会不会晕 会不会继续歌功颂德 再另说 但眼下 如果美国突然空降中国的话 我相信这帮股民是第一批 Sir This way 我是故意学这个口音 Sir This way 国军来了 我带路什么美军来了 我怎么着 网上的梗 所以在这一刻 什么家国天下 什么爱党爱国 狗屁 谁让他们亏钱 他们就恨谁 所以此时此刻 中国如果说有一个党 最招人恨 那基本上花落谁家 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了 然后更气人的还不在这儿 你看这张图片 在这样一个悲观的痛苦的气氛的充斥着恨国党和反贼的这样一个氛围里面 中国的人民日报悍然舔着个大脸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 叫做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说中国是现在的话是算太恶心 我一个字都不想读 人民日报的文章现在臭的 简直你们自己看一下好吧 我这说着你们这边看着好吧 你们看一眼他大概说的是什么东西 除了官话屁话套话之外 就是没有一句人话 但是他的名字却非要叫人民日报 虽说人民日报老是这个德行了 但是这一次在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时机 发布这样的文章 我也觉得确实是很佩服他们的勇气和脸皮 那么好观众朋友们 新闻咱们暂时先读到这里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说 镇头你说这又有什么用啊 中国的老百姓饿死不造反 他们赔钱又能如何呢 但是此一时彼时 您说的对中国大部分都是顺民 这是中国政府的基本盘 但是你要清楚 基本盘有一个词叫量变产生质变 有些问题在潜移默化的发生着 只看您有没有观测到这一点 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最直观的影响 中国现在能在股市里边翻腾两个浪花的 这些人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受益者 哪怕他们是最底层那批受益者 除开那六亿月收入不足一千元 九亿月收入不足两千元的 剩下还有一部分这里边比较有钱的 剩下那部分人就是中国仅存的 由权贵改了完了之后 压榨之后改革开放 剩下那点干水汇集成的这部分 算是中国按照幅度是中产 按照人数算赤贫的这么一群人 这些钱是他们的老婆本 是他们的棺材本 是他们的治病的救命的钱 砸在股市里面了 有人说那他怎么不跑啊 这话说的就好像人没饭吃一样 何不食肉迷 股迷10块钱一股买的 现在跌到8块钱了 跌到6块钱了 你让他割肉跑 他割了肉跑 这个东西在我们股市的行业术语里边 有一个词叫带血的筹码 你现在割了跑了 连涨回去的希望都没有了 他们有些人抱着这个希望 说我蹲5年蹲10年 也许还能涨回来 那时候我钱还在 且不算到时候的CPI 甚至还有这个股票 最后退市的风险 这次咱们都不论 你真的还能等5年吗 所以这些股民他们没得跑 没得跑又下跌 有可能今天之后 我不知道胡锡进等等这些中国的这些洗地的专业户们 会出来怎么洗 很有可能我们做一个预测 很有可能他们会说 说股民盈亏自负 股市本来就是博弈的地方 股市本来不是搞慈善的 有人赔就有人赚 你赚的是别人赔的钱 怎么你股民A股你就不能赔钱呢 我相信在网上一定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 这个时候准头把手擦一擦 咱们都准备好抽他们的脸了 为什么 老观众知道我也说过类似的观点 在不同的时期 但是在眼下这么说话就不合适了 为什么 从道理上来讲 确实股票是一个零和博弈 确实是你赚的钱就是别人赔的钱 但是在自由国家 或者在一个健全的股市里面 你去看看人家印度股市 看看台湾股市 看看别的股市 人家都上涨 就是股民都能够搭上一点顺风车 中国神话当中 皇帝飞升 别人拽着龙椅巴都能上去 在这种搭顺风车 占点小便宜的 这种不能说传统 这种历史文化当中 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避免的 手指都会渗点缝下来 不是手指并不拢 而是留点缝 给老百姓口活路 都能赚到钱 这钱是什么 这钱就是社会发展的红利 老百姓能够享受到一点实惠 最大头当然都被那些财团财阀吃干净了 但下面能唠一点 只有现在当今圣上带领的中国政府 一点份都给你拿502 给你焊死了 给你沾瓷式了 这一手掺出去 我告诉你 一点都不带漏的 纸都缝给你焊死了 生怕老百姓挣到一点钱 生怕老百姓富裕一点点 不仅如此 还要把老百姓的钱从里 都是给你盖了出来 观众朋友们 咱们说回咱们的问题 你想想看 别的国家的股民 他如果不投资股市 他能干什么 他有很多事情可以干 这个社会基本对他是敞开的 除了少数几个行业之外 大部分的行业都可以参与 对吗 但是在中国 中国老百姓除了股市楼市之外 你告诉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投资 中国投资民间企业入股 什么烂一般 一堆的烂事 受剥削 受各种各样的摧残 但是却没有好处 这件事还用我举吗 远的不说 前段时间刚出了一件事 中国前段时间有一个 你看这图片 着火了 着火了之后 砸开这个楼道里边的消防栓 一个一个看着都可安全了 灭火器 没气 这个消防栓 没水 然后消防说那卡扣扣不上 这个是怎么 人家业主问的很清楚 这个怎么交的房 或者说 短视频没播出来的部分 这些中国的质检部门 你们平时拿着纳税人的拨款 胡吃海喝 会所嫩魔的时候 你们呀干人事了没有 你们这些所谓的什么 这局纳局 是不是只要收了钱了 在女人身上花光了之后 就不干人事了 说了难听点 但是这点难听 集不上百姓 中国百姓心中愤怒的万亿 对吗 你们就是只拿钱不干人事 所以中国老百姓 其实他没有更多的投资选择 他的钱如果想跑赢CPI的话 要么买基金 要么买理财 要么买股票 是吧 等等等等 这样的情况 很多人不是贪婪 而是只求自己辛苦 挣的那点钱 那点退休金 不贬值就可以 但是怎么样呢 给你嘎了个稀碎 就是不让你A股涨上去 就是要跌 就不就是 就不 这一堆的就不 所以你会发现在中国眼下 你抨击股民 把钱去做风险投资 是不合适的 道理是一个道理 但是中国有它的独特性 就像一个人站立一样 当你站的时候 腿有重心腿 有一个腿是重心的时候 你还去拿脚去踹 这个重心腿的 这个后脚这个膝盖窝 那你一踹 这个人重心在那 不就摔倒了吗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中国的股民被政府诱导 去投资股市去 然后被整个的市场逼的 去投资股市去 然后等它真的投资进股市之后 你把它一脚踹倒了 给它扒了个金光 掠夺个干净之后 告诉你股市有风险 入市虚谨慎 还有这么不要脸的吗 对吧 所以咱们长话短说 中国的股市A股的一次次的下跌 其实跌的也不仅仅是股市的指数 它跌的是老百姓的民心 它会产生一个连锁反应 就是现在一般人可能还不是特别反应过来 就是中国的粉红还不太反应过来 它只是痛苦于股市的下跌 但是您别急 它现在痛苦于股市的下跌 下一步反应是什么 下一步它会怀疑现在所有的政策面的消息 那些股评家 那些专家要出来说了 未来看好看你好好哪一个 我不信了再也不信了 这是第一步 它会怀疑这些政策面的消息 然后从怀疑这个消息开始 人的怀疑是会滋生的 就像你怀疑女朋友微信里边有人一样 从你怀疑这个时候开始 你就想看她的手机 越想看越盯着 最后就盯出事来 同样当中国的这些粉红股民们 开始怀疑中国政策的这种可靠性的时候 怀疑这个政策面的消息的时候 他下一步就会怀疑 中国政府给的政策是不是有效 是不是真的 然后再下一步再进一步 一旦上了这条路之后 就像像滑梯一样 呲溜呲溜滑的可快了 怀疑完政策之后还怀疑什么 怀疑能力 开始怀疑中国经济都烂成这个样子了 你们除了在网上写这种狗屁岛造的 什么全国沉浸在欢乐的 海洋的氛围当中的这样的屁话之外 你们还有什么本事没有 你们一个个的都是高官得坐 骏马得骑 你们却不能让中国经济有所转变 你们有没有这个能力 这是下一步 中国老百姓怀疑的 然后再下一步 有家才有国 有国才有家 谁对呀 以前都觉得有国才有家 要不然美帝侵略我们 美帝奴役我们 以后不会了 以后这些人会慢慢的明白 他会把嘴闭上 他不再说了 但他心里明白 美帝才让他们有活路 中国让他们没活路 有家才有国 有国不一定有家 这种思维的链条 它是一步一步反应的 说白了 他不被股市捶腾了 他不会想这些东西 他爱党爱国呢 可问题是 是谁捶的 是境外势力捶的吗 是砖头捶的吗 是其他的什么什么 你们很多粉红天天喷的这些人捶的吗 是台湾人捶的吗 不是 是中国政府 中国政权会亲手捶的 对 说句题外话差点忘了 现在这个上海证交所 上交所 据说传出传闻了 不允许点外卖 你知道为什么吗 怕这外卖员送餐的时候 或者餐馆送餐的时候 一看送到这个上交所 给你里边投毒 就怕这些人 点着外卖出来吃出事 现在你们可以去查证 反正我看到的传闻是 已经不允许 点外卖了 这个画面 那简直就太有意思了 所以总而言之 也还是总之吧 中国的经济 走到今天这一步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它不是A股 跌到这步之后 突然面临这个困境 我说过 2024年是 过去中国十年 胡折腾的一个 报应的集中爆发期 而且可能会 随着这种 政局的延续 继续下去 直到中国的权力内部 重新稳定 未来的路线 一路畅通 想好了 前景预期可控了之后 中国的经济 才开始重新的 回暖复苏 重新跟世界接轨 这个时间周期 可能是五年 可能是十年 可能是十五年 可能是三十年 不知道 所以未来摆在我们面前 为什么很多人说的 让你们英润即润 就是你们润了之后 保存你们的实力 保存你们的这种年华 把你们的每天的工作 付出的努力 变成可控的财富 赔在你们身边 这个财富可以是实际的 可以是抽象的 但不管哪种 都是可控的 直到中国重新 回归稳定之后 这个国家才有新的希望 才又重新适合投资 到那个时候 你相信我 外资甚至比中国人 反应的还快 所以很多时候 你跟着全世界的这些 智慧的投资者的脚步走 可能不会赚大钱 但一定不会吃大亏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现在是什么 是外资纷纷撤离 A股为什么跌 A股跌里边 这个非常稳定的 撤离的外资 这种逃跑的外国人的钱 那是非常稳定的 所以你说你中国政府 你怎么能够救得过来 好吧 所以今天关于中国经济观察 咱们就暂时告一段落 只是入一个小段 简短的给大家聊一聊 以后咱们有时间 再展开了长篇大论 给大家详细的再聊这个话题 好吗 对于今天的内容 我是不关于开法 欢迎聘区留言 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 欢迎您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